因为另外一场战争是罢免战 那昨天霸凉失败了 那接下来我想你问问亮哥怎么看 这一局蓝绿两边的利弊得失 这个非常明显就是蓝白和的票数 因为他投票率只有50.44 结果投出来的票数将近侯友宜的票数 所以你就知道 坦白讲投的结果是蛮不错的 这个就是蓝白和 那国民党在很多地方是必胜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趋势了吗 如果到明年的比如说要推大罢免 我随便举例啦 吴思耀你怕不怕 吴思耀你只拿到47% 吴佩逸怎么办 吴佩逸只拿到42% 那我跟你讲 如果蓝白和这两个就都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民进党他在 他会感到忧虑 说而且他自己的票六万九千多 也没有到七万七 对 没有达标嘛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氛围 那这个就考验 这个会期双边饥恨的程度 那我是不乐观 可是我认为 立委罢免的变数是美国啦 因为美国新的总统1月20号上台 他一定不乐见台湾天下大乱 因为你不要以为只有民进党要发动 国民党一定 要反杀 一定反杀嘛 那双方都各列了20个嘛 那至少双方最后被罢免的一定都超过五六个啊 那这个立法院就一路再乱啊 乱到明年六月 那我觉得 我觉得川普当选的机率越来越高啊 他一定非常火大 说你干嘛 我就已经够忙了 你还来还来反我 而且这个完全是内斗嘛 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的啦 就是互相残杀 就这样嘛 那可是 我觉得让这种声音出来也好啦 那吴思尧就 就狩猎一点 因为吴思尧首当其冲啊 谁叫你要当干市长 所以你必然累积最多的仇恨值 所以我认为如果罢免真的被推动 那明年2月1号之后 我敢说吴思尧就是列第一个 这个汉廷跟施刚要好好合作 必死无疑啦 我认为必死无疑 那在这种风潮之下 吴沛毅一定挂的啦 因为他的选票更脆弱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坦白说啦 这个国民民进党要去板倒 盐框衡都有一定的难度 那至于罗廷伟我就觉得他是白紧张 罗廷伟赢7.2% 你到底在紧张什么啊 对不对 人家廖伟祥都比你危险 对不对 可是我认为在这种味道 这种风潮之下 这个卢妈一定会出来护盘 有啊 这是针对他的卢系子弟 对 我认为不会过啦 不会过 那反而民进党会掉几个 好 谢亮哥 那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一题好不好 今天的线上投票 还没有投的朋友 赶快加入我们投票投起来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对 现场投票目前进行了一个小时 已经超过7200人投票了 罢免占谢国良守住基隆了 你觉得明年大罢免潮会如何 最多人选择的是第二个选项 62%人认为盛防律奥波会斗到底 23%人觉得蓝银会反杀 成为国会实质最大党 15%人觉得蓝白和安啦 好 那我这边请教汉廷 汉廷其实昨天也一起 看开票嘛 也在这个周末报告的现场 对 那也是请教汉廷 对 明年大罢免潮 我觉得势在必行啦 民党不会因为说这个罢粮失败 就缩回去了啦 那你觉得呢 因为我们最多的观众超过六成 觉得民党会出奥波 一样会占到底 当然会占到底 看到很多的这个所谓公正人士 或讲说还有一点期待的 我说你看这个民进党输了 赖青的你就要学会谦卑啊 反省啊和解啊 怎么可能还对赖青的有这种幻想呢 不要做梦 民进党肯定是死战到底 那战到底会不会战术战略有所调整 当然会了 主要就是比如说本来呢 预设干掉谢国良之后 明年呢就可以烽火变全台啊 比如说一口气点名十个 但现在发现哎呀这个谢国良打不下来啊 那么顶多就在战术上有一些调整 那因为民进党自己也会检讨 比如说那是不是人选设定错误啊 议题设定错误啊 这一次呢民进党要帮不帮 要动员不动员错误啦 那明年呢就改掉这些就好了 所以呢就针对 不要一口气 针对什么十个国民党立委 就专心挑那个比较好打的三五个 或者挑可能人品上有问题的 也不是那么干干净净的 就挑这一种来做对付 而且呢就要改变策略 就变成是全部的党政军媒合一 集中来打这个立委 那相对来说就会等于是吸取这一次的教训 而且对赖清德而言呢 就是谢国良这一仗没有打下来 凭什么要他负责呢 对赖清德这个又不是我搞的 这个本来战场设定就不是我设定的战场 对吧这林又昌 然后甚至是在我当上党主席之前 就发动的事情 而且呢整个过程我赖清德又没参与 所以我为什么要负责呢 我就一点都不觉得是我的错啊 反而正因为我没参与 所以才不是我的错 那未来民进党要罢免国民党的立委的话 那下面这一仗是由赖清德自己来做指挥 党主席亲自作证的话 那赖清德干嘛 肯定是占到底啊 所以才不会因为谢国良没罢免成功 民进党呢就掩齐席鼓 算了算了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才不会 因为赖清德会觉得说这个打输啊 那是林又昌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事啊 我又没出手 那只要我出手 肯定是打得更凶跟更厉害 依照赖清德的个性肯定如此 所以明年呢 当然绿的就会点名可能三五个蓝的 那蓝的呢也会反制 就至少两个 那么假设真的罢免顺利成功的话 那么还会要进行补选 对 所以哇你看我们2024选举 2025年选举 2026年又选举 烦死了 你看民主啊 这是伟大的民主啊 民进党执政下 民主就是可贵 了不起 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罢免完之后啊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看我们罢免一场就要花3000万 在基隆市长的这个选举当中 明年再这样搞下去啊 就是劳民伤财 但是呢这些话啊 就是暂时都不能够讲得这么大声 为什么呢 因为或者我们现在讲说 只要罢不成功啊 那就要这个 反对方或发起方啊 就要来出钱 这个呢我倒觉得暂时大可不必 因为我们也无法预料得到 明年是不是我们所发起的 任何一方罢免 也都能够顺利的完成 这不得而知 而且甚至呢 就对于国民党的立委来讲 那他们会不会在这个会期 跟民众党谈好 就把这所谓选霸法门槛给修掉 就是啊明年 算了大家都别玩了 对吧 这个蓝的也休息 绿的也休息 被点名的也害怕 那没被点名的呢 也觉得麻烦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会期当中 就把这个门槛给调高 那甚至民众党 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觉得如果明年 再让你们继续罢免下去的话 那民众党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因为他就永远只能够 反对民进党 在当前的氛围之下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会期 把法律给调高 门槛调高 因为当初门槛调高 我们昨天说了 本来是因为一些地方里长的因素 跟什么基隆罢免 没关联 那会不会因此调高 所以导致明年也没得头 这个一切都在未知之数 那只能说如果真的要罢的话 那我们就全力来战 只不过呢 因为在地方上 我们也都是收集到非常多的意见 都是说只要呢 确定OK 然后呢法律程序OK 时间一到 那我们马上能启动就能启动 不过不管呢 这个 因为其实还是要靠最大的组织力 组织力跟动员能力 光靠什么公民团体 确实是不行 而且呢 现阶段也不太需要什么假公民团体 对不对 你看昨天出来的那些所谓公民团体 看来也很可笑啊 你出来那还不如这个继续请曹新成出来 更加好笑 对吧 就请沈柏洋出来更加好笑 你干嘛这样两个 今天被列为黑名单 对啊 今天又被列为黑名单 所以才更应该要出来 那应该他们会受到 热烈的 热烈的欢迎 而且啊 你看曹新成不是讲说 谢国良继续当选的话 然后他就会这个 迎接解放军登陆吗 军演都来了 解放军怎么还不登陆啊 谢国良都担任两年了 怎么解放军还不登陆啊 谢国良在干什么东西 当然是曹新成就胡说八道 所以放任这种人胡说八道 就会越来越增加大家的厌虑感 第二个小时的大新闻大爆挂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 那么投票的部分 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呢 可以赶快加入 好我们投票一小时 有将近八千人投票 还不错啊 刚有14000人在线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呢 投票可以更踊跃一些 那么我们要聊到的就是 谢国良守住基隆了 在昨天我们看到这个霸梁失败 那你觉得明年大罢免潮会如何 目前62%聊天室的观众朋友 还是认为 盛防律奥波会斗到底 23%人认为 蓝银会反杀成为国会 时职最大大党 15%的人选择蓝白和安辣 认为这是一个趋势 好我们就带您来看到呢 在昨天真的是霸梁失败了 谢国良双赢而且玩风 也就是双赢则是没有过罢免门槛 以及不同意票高于同意票 1万6千票 好那总共不同意罢免票是 8万6千014票 同意票是6万9千9百34票 那么在昨天的投票率50.44 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次 谢国良的不同意票的得票率 是55% 事实上这样子一个得票率 已经超过在2022年 他在选基隆市长时候的 百分之52了 好那么另外呢来看到在七区 玩风他全拿了 尤其呢其中的像是 仁爱区中山区 大家认为说 哎这不是比较偏绿的地方 一样赢啊 一样双杀好不好 所以呢这个七个区 他完胜 那么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谢国良有出来说明 他哽咽流泪三鞠躬致谢 他说深深感谢基隆市民 对未来做出的选择 会用生命守护大家 这个过程不容易 他说我的信仰一路扶持 我到今天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我也要诚挚感谢霸团 每一年第四季将邀请霸团到市府 共同商讨如何改进基隆 市府会持续努力进行市政推动 那么事实上呢 在这个10月12号呢 也就是投票前一天 韩国瑜号召大家一起来 对基隆支持谢国良 在昨天我们看到罢免结果出来了之后 韩国瑜也献上了祝福 八个字 谢谢基隆祝福台湾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最近这个最后 你不要讲最后关头好不好 事实上整个罢免过程当中 一直在出力的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在昨天他也发文了 好他说这个是完成了深化民主的功课 基隆地方政治要从根本直辩 好那么里面有特别提到 好因为这次投票率50.44%很高 他说基隆市民对这一次罢免投票的关心 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 特别是这一次投票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专程返乡投票 好他里面提到呢 面对近7万罢免民意 请谢国梁市长未来应该要重视倾听 而非继续漠视 好这一场呢终于落幕了霸梁之战 听听敬平的看法 霸梁战我是不是很早就说不会过 不是说我们会审议员还是怎么样 其实你从各项的趋势 我们几乎每个来宾都是这样 几乎大家都说不会过啊 那我们一般在外面碰到很多关心的民众 也告诉他们不会过 那纯粹就是告诉他们 这种恶霸会过还有天理吗 那当然你看到他们用尽了这个心思 然后现在又说什么全党救一人 这当然啦 经常绿营就是全党打一人 那现在是蓝营加上这个民众党蓝白 全党救一人 很合理啊 不行吗 那难道我们要见死不救 我请问绿营跟这个拆良团体 难道我们要放着这个谢国良 和基隆市政府各区公所 谢国良代理的基隆市政府 你放声他们吗 不理他 不可能嘛 这不是笑话吗 这种话他们逻辑都说得出来 什么蓝营全党救一人 然后什么危机意识是 那当然要有危机意识啊 包括国民党的这个主席朱立伦 然后民众党 那这次的事情 当然啦不可会远的客观的方式 客观的层面来讲 那柯文哲的事情 柯P的这个状况 也把很多的议题跟新闻的层面 这个转移大部分的焦点 你从媒体之前那个 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版面 跟政论节目的这个篇幅 你就可以看得到 很大部分都吸过去 但是再加上 虽然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这个人在看守所里面 没有办法在外面 但我今天听到的是说 谢国良之前 他们在这个 罢免他的这个 投票之前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的副市长 这个邱佩玲 是这个民众党 当时也是柯文哲推荐的 所以邱佩玲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民众党的委员 民众党都一直去这个基隆市 帮这个谢国良送软 也都帮他站台 也都帮他这个 去对抗这个 要罢免他的这些团体 和这个罢良的运动 那后来听说这个 谢国良市长 他也有去拜访这个黄国昌 有私下去拜访黄国昌 也请黄国昌 这边来帮忙 所以我知道的是黄国昌 这边 然后还有民众党的 这些党团的委员 几乎可以说寝巢而出 全部都在帮这个谢国良 那所以你要说基隆 是在这个国民党民众党 蓝白合作是对抗 然后再加上 因为对于这个检调方面 检联方面 在侦办柯文哲的这个案子 以及绿媒 还有尤其是这个 清律的靖周刊等等 这些媒体在侦查 乱公开大公开 周周都公开的这个情况下 然后到目前为止 已经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 这样一个 其实民众也有点厌烦 那种气 还有那种宣泄等等 这些所有因素合在一起 所以前面我们才讲说 你看到其实有些清女媒体 到后面 昨天我觉得最好笑 是有一家电视台 他有开网路直播 然后在转播那个霸凉的 转到后面 票数一直大幅落后 三立吗 变成这个 这个叫卡拉霸 这个观众或许看不懂 以前这个叫卡拉霸 直接断讯下掉了 直接断讯 他就不播了 也简单粗暴 所以也不演了 有没有够薪碎 所以够玻璃吧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我后来 我知道他们的有些媒体 包括民视 三立 就后面有一些节目 他们都不太谈这个 因为没有收视率 因为他们的观众也不爱看 因为 所以大家就知道 输了啦 就不想谈 你刚刚讲的也没错 就是霸凉的这个 拆量团体 他们的算盘 他们的这个 最后一波他们还想操作 操作那个10月2号 3号4号的那一波 这个台风 山陀尔台风 林侯昌就来操作 对啊 他们想操作 然后说什么基隆淹水 放台风架要骂 不放台风架更要骂 那现在 你说有没有事后诸葛 但是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是不是真的反而反效果 这波操作反效果 除了反效果之外呢 你把基隆灾民的这个痛苦啊 拿来做一个消费 尤其是当时 不是有一个民进党 基隆市议员 跑去说 你看看我们基隆市的瀑布 来看看我们可以在这边泛舟啊 可以在这边怎么样做 有一个基隆民进党团的 市议员就这样做啊 到处去拍基隆 在10月4号 3号4号整个下大雨 雨量爆表之后 很多多处淹水 然后甚至有些地方 这个变成小河流 甚至小瀑布 然后那个基隆市议员 就民进党的绿营事业 就很好事则 幸灾乐祸 来看这个谢国良的政绩啊 你看看啊 这个突破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灾民看到这个画面心在堂血啊 虽然事后啊 他把那个脸书的文 测文 po文撤掉 但是他并没有道歉 然后记者去访他 去访民进党 他们还是啊 这个谢国良做的多烂 你看所以才会什么等等 但是 同样的标准 却没有去检视 检验高雄市 也是一样大烟水 可是曾几何止 有看过蓝营或白营或五党籍的任何民意代表 议员或立委去嘲笑高雄市的灾民 或高雄市灾民的痛苦吗 或去嘲笑高雄市的怎么拿 什么状况 都完全没有啊 而不会去好像 人血般的 好像做漠视 台中市政府 甚至那个卢秀燕还派出那个刀 在陈其迈拜托打电话要求下 卢秀燕还拜托这个这个 经过陈其迈拜托就派出那个 他们去这个高雄市协助 一支队伍去那边帮忙 所以 人鸡几鸡人腻几腻嘛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民进党的基隆市议员 帮到了这个 拆粮团体 他们这种等于反效果 所以 这一连串最后一波的操作 拆粮团体也好 所以尤其那一波 我就印象很深刻 侵略了一些电视台媒体 他们就只有那几天 他们想要借这个议题大吵特吵了 去操作这个谢国梁 该不该放台风架 我就一直在帮谢国梁市长辩护 我说放台风架你们骂 不放台风架你们也骂 那人家一天到晚在外面勘灾 还是想办法 他们就说谢国梁不见了 谢国梁怎样就开始去 用放大镜的去 去开始去批评检私 你要检私没有问题 但是你却开始去造谣说 谢国梁跑到台北来 或是去躲在家里面 完全是造谣的 所以一路走来 拆量团体 还有他的撤意 以及民进党 基隆市议会党团 这不就是林又昌受益的吗 都在用这种造谣抹黑的方式 去诋毁谢国梁跟基隆市政府 和各区公所的团队 我有朋友 还有他们这个家人 在这个基隆市政府 跟各区公所 像暖暖跟安乐区 都有在那边上班 我就问他们 他们说听到他们家人讲说 这次罢免谢国梁的事情 难得有史以来 展现基隆市政府 跟各区公所的基层公务人员 有那种同仇抵抗的心态 因为他们觉得 长期以来努力了那么久 谢国梁上任到这一两年了 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政策 不是没有在做事 但是每一项都被这个拆量团体 还有绿营撤意 去完全抹黑负面 然后讲到一文不值 全部的都让他们觉得心在堂青 因为有里面不少 是当时很支持林又昌 前基隆市长 所以结果你看到 你讲大日这个公司 怎么样怎么样 东岸广场 结果你看看东岸广场的那个 官司败诉四连败 大日公司 还有人要行贿 这个基隆市政府 前市长林又昌 麾下的这些计证等等官员 还都被起诉了 法院认证 而且被起诉 基隆市在前朝的民进党市长 林又昌市政府任内 贪污舞弊收贿 那当然 你要去跟林又昌 做一个比较的话 所以后面我会看到那个 在霸凉这个过程当中 后面有人就喊出来说 哎呀你要去选这个 你要继续支持谢国良 还是要恢复让以前前朝 这种收贿 贪污的这个 林又昌 这种情况在发生呢 当然是选择 让这个谢国良 继续拼嘛 所以我认为说 霸凉这整个过程 没关系都是民主 运动的展现 民主力量的这个延伸 但是你会看到很多 不公不义 或许他们在最后结束了 还会在那边说 公民力量的这个 让金融市政府看见了 那当然啊 当然看见了 因为你们加上民进党的力量 还有民进党的市议员 在这个各的服务处 帮你们这个 展开各个据点的联署 然后花了那么多的精神跟力气 最后又跟你们这样子 好像割袍断义似的 趕快跑掉 那只剩下林又昌 在那边一头热的冲 你问问看赖清德 他心里面是不是 圈圈渣渣 五味杂陈 觉得说林又昌你是冲过头了 还是说林又昌你干的好呢 结果你看到变这样 林又昌你连基隆 你自己曾经在基隆 是基隆王的林又昌 你都hold不住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凭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还要想去选 这个新北市市长吗 也难怪苏巧辉 不妨你放在眼里 昨天在一个公开场合 接云工新北市 林又昌一来 苏巧辉没到 林又昌一走 苏巧辉就到了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内诡异的 这种派系的端倪 然后林又昌 你自己身为民进党秘书长 一开始一头热 然后到后面虎头蛇尾 也弄得这个猜粮团体 对你不是很谅解 内部有一些局域 出现内讧的状况 所以这一场罢免 谢国良的过程当中 全基隆市民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认为说 基隆市民昨天的这个决定 真的是正确的 这抉择是正确的 虽然我看到今天很多绿媒 跟网媒开始写 基隆市民的抉择 自己要负责 怎样就开始去 又在检讨选民 又在检讨选民 还有昨天PTT上面 有些那个正黑板 还在骂基隆市民 基隆市民什么烂基隆 我觉得你们有风度一点好不好 选完了不是你们的 罢完了没有把它拉下来 然后就开始去骂民众 就开始检讨基隆市民 真是够了 一定要是你们的天下 你们的人 然后你们掌权的 然后你们成功做到什么 达到你们目标 才能够好像这个自以为 这个好像很高兴一样 如果讲到这个跟民党一样 民党现在真的是拼命喜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 一连看到好多篇的媒体报导 那么都有其中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是根据民进党的党政人士透露 说这一次罢免未过 主要是因为罢免行动 是由公民团体主导推斗 民进党中党部迟迟未开绿灯相助 地方力量难以凝聚 加上柯文哲金华城案的影响 基隆罢免一直很难成为媒体 或社会关注焦点 不过即便基隆罢免失利 曹新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 明年要开启大罢免时代 许志杰也公开指出 这一次罢免是明年罢免年的前兆战 国民党继取韩国瑜被罢免的教训 许多蓝营立委表面上救粮 实际上也在救自己 不过不论结果蓝营恐怕无法避免罢免潮 不过说到这个就是一直在洗说 民党中央没有介入 还有我们看到了包括高雄市议员张博洋 他怎么讲 他说基隆是一个政治偏冷感的城市 政治光谱蓝大于绿 基隆绿营议员想要帮忙推一把 也会有所顾忌 多少会怕遭到报复性罢免反击 我真的快笑死 现在民党是有多想要下车 董哥急着下车 这次如果罢免谢国梁成功 民进党一定翻天洗地敲锣打鼓 你看都罢免了收割 现在显出了 因为我们缺割 我们没有介入怎么样 民党就是一个这样下流的党 我告诉你 那刚竞平很神奇骂那些 民进党那些畜生车意 你就不用在意了 那畜生有什么好讲 跟我们是不同的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这一次谢国梁的当然 国民党全党就一人 民进党何尝不是全党 要罢一人 是啊 你是全党嘛 他只是偷偷的 然后说有些测语公民团体 台湾哪有什么公民团体 台湾所谓公民团体 多数都是民进党的那个嘛 对不对 测语嘛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你看他们在用这个操作 假装就是公民团体 现在还有一批人在新竹市 说八百高王啊 公民团体 你每次看到这些人都很 都是民进党的那个违装的啦 那当然啦 我们也看到民进党的伎量 他现在在中央执政啦 那你今天看到他的情况 你就会发现 他们用的这个招数 那这个招数当然最主要 在里面起了全部的作用 当然就是林佑昌嘛 那林佑昌当然是把这一战当作 如果谢国梁霸成功的话 那苏巧会 昨天可能就不敢出现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一看哇 盛世这么好 哇 来 你看哇 林佑昌你看 这把一个谢国梁把它干掉了 国民党也不过 十四席的县市首长基隆 台湾头 竟然被林佑昌一个人把它干掉 哇 多厉害 这么神威 那让他来选新北市场 当然走路就有慌啊 那现在当然大家也清楚了 林佑昌在这一战没有打赢 他那时候 本来想说 以他们的盘算 他们只要 百分之二十五嘛 就可以罢免你成功嘛 谢国梁哪的选票是百分之 五十二 五十五 你说二零二二二 二零二二是五十二 对 五十二 那五十二点七八的样子 就他们只有三十九 五十二 五十二点九二 点九二 是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民进党想说 我可以把你罢免掉 我有这个上方保健 为什么 因为全国所有的 县市所长 民进党在差的县市 至少都有二十五嘛 对 我只要用这个来 要挟你 让你们民进党 让你们国民党 就很难当啊 为什么 因为这民进党 为什么我每天骂他 垃圾畜生党 就在这里 他选输了就是来这一套 那在立法院 他选输了 他就每天跟你闹 对不对 立法院他输了 他过去八年 立法院他是勾班输的 在野党连讲话 都不能讲啊 那他选输了 他在立法院没有勾班输 他要求 立法院多数要服从少数 为什么叫垃圾叫畜生 就是这样啊 天底下的道理都是他们的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今天看到了 大家都很气啊 今天很多人看不下去的 会出来支持谢国梁 就是看民进党这样子 太不顺眼了 你选输了就这样 对不对 你们民进党 你们这些人 你们对基隆有什么贡献啊 你们还借着一个台风 然后在那边大张旗鼓 谢国梁在勘灾的时候 你们这些公民团体 在唱歌表演舞蹈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我讲一个更不堪了 因为我自己有广播节目 也在做那个YouTuber 我的YouTuber 我每天叫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要展现出基隆人厚道 因为我们过去 反对不赞同的人 一般都不太会出来投票 都是赞同的人出来投票 那这是国民党操作 就是说我就跟你正面对决 你们都出来投不同意 那对方投同意 我们就正面对决 谁赌谁赢嘛 那国民党就这样 我就在我节目上 我就说大家一定要出来投 投不同意 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 这种烂党不打败他 他还以为自己可以一一孤行 我节目 我上个礼拜就每天做 都有这个主题 到礼拜五当然就讲特别多 因为礼拜天要投票了嘛 我节目一到五 最后倒数了嘛 我一到五 我的节目 他们的广告就进来了 霸梁团体的广告就进来了 怎么有钱你知道吗 有钱到这种地步 我都是个小节目 广告进来 要在你那边买广告 在我那边买的广告 就进去 就要大家来霸梁啊 对啊 我的主题我每天讲都是在讲 我们要还霸梁 有钱到连你这边也下广告 对 我的意思就是 是在最后时刻消化预算 消化广告结尾 就是说太有钱了 你就可以看 这人怎么那么有钱 对不对 那你看他们做了那些文献 后来不是还办什么音乐会 对啊 我就想说 我都吓到 人家在救灾他在办音乐会 这像一个小小的公民团体 你怎么想都不太像 对不对 但是我讲我觉得基隆人他 很多人是觉得不满 人家在救灾 你说他每天看不到人影 他在灾区啊 他也没有家记者说 你们来拍我在救灾 他没有啊 对不对 跟高雄那个黄杰不一样啊 黄杰叫大家来赶快 别人没有来拍他自己先拍拍给大家看 那今天我们看到情况 其实很多人是不满 就人家做不到两年 然后你们就 对不对 你们就这样做 然后谢国良这个人也没什么仇恨值 那他的起源是什么 他不过要收回东汉广场那个房子而已啊 那基隆的市场 我保护市场保护到要被罢免 天底下有个公理吗 那这个市场怎么会漏到别人手上 就是前任的市长林又昌 对不对 那大家也知道林又昌的这些手法 等于说是他在主导 让人家感觉就是他在主导罢良的嘛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罢掉 你是怕他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 市政府官司看样子一定赢嘛 就是我说最后的结论一定赢嘛 那你要把他罢掉 换你们的人当市长 把这官司撤案嘛 对不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要罢良 因为掩饰前朝的这些事物 或者违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让很多基隆市民觉得都看不下去 连民进党传统支持者 还有他们那些选机 很多人都出来 这怎么 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一次的罢免 民进党 请朝而出 不要假装输了再来那边切割 民进党请朝而出 因为他把这个视为是一个很重大的 那这个如果打下去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了 他们就可以顺势说 哇我明年就可以怎么样 然后说国民党不得民心 连南大一律的基隆 一个好好的谢国良都被罢免 就是他有一个说辞就出来了 他的军心也会大胜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了 在民进党 賴清德上任以来 到处冲击到处跟人家对立 结果他在显然的这一战里面 就吃了败仗了 所以何解放也不要再吃了 就大家要干就干到底了 不会啦直接朝野协商 朝野协商跟有没有吃饭都一样 对啦 因为你在议会就知道 不管有没有吃饭 大家都要协商 没有协商怎么定 所以不用再吃了 所以不要浪费那个钱 最爽的就是淋水楼 他赚到钱了 其他都没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民进党 从賴清德上任 到处跟人家树敌 到处做对立 其实在这里你在台湾头的基隆 看到了人民展现出他的意志跟声音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的我 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队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 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 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 我诚挚的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脂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膩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烦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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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光清爽膏防晒凝露